台股在今天一度跌破了年线 那么当然这个股民的年龄也有老化的趋势 有券商就寄出了正妹营业员 替他们成立了脸书专业 这招果然有效 那么他们的这个营业员年薪课层的比例呢 成长了将近三成左右 开口就是一连串专业术语 不过这个股市营业员 一头乌黑长发秀丽脸庞 似乎很不一样 你好我是小轩 您的期货抓属棍 七十二年次的小轩 学士时代可是当了六年的网牌模特 举手投足还有散发着模特的韵味 不过他投资期货交易 长达八年专业度十足 证券公司特别替他开了脸书粉丝团 短短两个月粉丝人数就冲上了 一千五百多人 尤其是大大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股迷 男生比例很高 大概就九成五都是男生这样子 我是孟元也是专业的期货专员 还有这位孟元外形根本就像艺人 还演播一年的偶像剧 证券公司因应台股投资人 有老龄化的趋势 三岁以下的开户数五年下来少了五十一万人 特别找来这门影业园群来当广告 照片一张张贴在大门口 果然大大的吸引年轻族群 以前大概是在三四十岁左右 那最近有比较年轻到可能二十几岁 尤其台股在台美台风过后 美股重挫 台指期尾盘结算等多重压力下 台股开盘 重跌五十三点 直接摔出年限七千八百零一点 排中个一度下刷到七千七百三十一点 幸好电子股台积电和鸿海 护盘有功 指数开底走高 最后输在七千八百一十四点 年限时而复得 对抗台股失关 老龄化危机 证券行寄出正妹子啊 台年轻鼓迷的买气 知识就不知道 吸掉了只是粉丝 还是真的有实识效果 新新闻的线流量和台北采访的